2023年7月6日,星期四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7月6日,星期四 今天焦點有我肯來和大家分析時事 今天會講的題目 第一是消滅黃色經濟圈,斷通緝反偽路 第二單是中國出獨家殺手鐧,反擊美國科技圍堵 7月3日,警方國安處宣布 袁紅每人100萬通緝八個雀草海外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黃營正棍 包括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 7月5日,警方國安處拘捕了四名前香港眾志的骨幹成員 包括做國主席的林朗彥、成員李啟政、廖偉廉、鍾展喬 他們涉嫌全貿勾結外力、危害國家安全 和全貿作出具善和意圖的作為 今天7月6日,國安處再拉多一名男子 警方消息說,涉嫌透過一間顧問公司 在幕後營運懲罰me、社交平台和手機應用程式 吸金支援羅冠聰 又多次透過相關社交平台不斷發布具有煽動意圖的訊息 包括涉及煽動他人憎恨中央和港府 以及撐港獨的鐵文 警方行動仍然繼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很明顯,當警方宣布完紅通緝,就做好了部署 警方消息說明,行動包括持續打擊黃色經濟圈等等的軟對抗行為 大家都知道,那些通緝犯無法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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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也知道黃色經濟圈有多脆弱,不死心的人還妄想借黃圈打國際線 根本就是發夢 有傳媒訪問了一堆加入懲罰Me的黃店 據報導,有不肯開名的美教店負責人說 他是第一批要加入Me的商戶之一 當時不用交錢,但後來平台越來越出名 又會搞特別活動 平台就跟商戶說,如果想要海報等等的宣傳品 就要付100至600元,但沒有解釋收益用途 他就沒有買到這些宣傳品 前區議員朱剛偉創辦的後料都有在Me寄賣 他說每買一件貨,Me就會抽擁兩成 他又給了大約300元在Me平台賣廣告 朱剛偉說不知道Me的營運情況 又不知道他的錢的去向 還說市道差,不知道Me哪會有盈餘來之助人 警方會對懲罰Me採取什麼後續行動 還有什麼人會被捕,很快就會有答案 羅冠聰被人通緝之後 聲稱自己既沒有收受任何外國資金 亦不是受僱於任何政府機關,更不接受他們的指揮或命令 這番話說得很有水平 第一,假設他真的收外國水 他根本不需要直接收 只要外國政府科水的NGO 由手指納漏油水出來 或者提供一堆工作上的方便 羅冠聰就可以覺得很好 第二,他依賴懲罰Me的供養 但懲罰Me玩穴,還只是斷水斷糧 羅冠聰還有沒有辦法在英國維持高質生活 現在外國政客已經吹了雞 說要加大力度支援這班通緝犯 實行要將桌底的支援擺到桌面 所以對羅冠聰來說 現在忽然有一個直接收外國水的理由 不知道他會否覺得著數了呢 很多網民恥笑 說懲罰Me最錯的一件事就是改壞名 結果真的被人懲罰 都是那句 留在這裡的流落,生涯死 無絕犯法的風險 卡水倒貼走路政棍 讓他們在外地逍遙快活,何必呢? 講完香港,我們轉講一下國際局勢 美國霸權持續打壓中國 從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等等 終於中國不引你,推出獨家殺手鐧還擊 中國商務部和海關總署 以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為理由 宣布由8月起,決定對兩種用於半導體的稀有金屬 加、者、相關物資實施出口管制 加和者都是製造晶片的重要原材料 而且中國佔這兩樣原材料的全球儲量 產量的大頭 所以今次中國出手 美歐、日韓馬上鬼殺那麼吵 吵得越大聲,證明他們越痛 最重要的是,中國可能不只出一招 而是一套組合權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員副部長 毅建國接受傳媒訪問時還說 這個只是中國反制的開始 中國的制裁手段和種類還有很多 當中國一招就打到美國和他的金班叫救命 中國採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六、七、八招 你猜美歐、日韓會怎麼辦? 是否想死的心都有呢? 說真的,中國一直都是被動還擊的一方 中國在國際外交場合提出過N次合作互利共贏 但美國聽不到 還要用國家安全和利益做藉口去搞去風險化 限制中國的科技發展 好,既然是這樣 中國就出手幫你去風險化 你不想合作共利互贏 那麼中國就學起一切用國家安全和利益做事 當年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 中國大大力還擊 今天美國環圍堵 中國同樣狠狠還擊 中國外交部在7月4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回應事件 強調這是國際通行的做法 一方面表達出自己的法律理據 同時也是暗寸美國經常用這種方式去搞事 美國經常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等同國際秩序 那麼中國就用你的秩序來反擊你 美國不應該覺得震驚 更加沒有理由去吵 美國持續挑釁 令中美關係不能回頭 中國對美國的圍堵針鋒相對 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事 好了,今天的今日焦點來到這裡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拜拜!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報頻道 按這個小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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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